有些亡人被我们抄上去之后 又因为家人烧纸钱掉下来了 我们能不能求菩萨转告亡人 再有人烧明纸时 千万不要再下来拿 这样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吗 还有能不能请菩萨转告亡人 在另一个地方也要念经 自己可以帮助自己 这样亡人会不会能得到菩萨加持 给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 学佛指引一条路呢 请师父慈悲开始 想到想得挺好的 师父举个例子给你听听好吧 我们在人间菩萨经常给我们讲吗 师父也在给你们讲佛法 有多少人听呢 很多人都不听 对不对呀 师父给很多人的很多的advance 对不对呀 给很多人的劝告 很多人听吗 菩萨给我们很多人的指示 告诉我们地狱啊 地府啊 天上啊 让我们好好学佛 好好做人 有多少人听呢 听的人坐在下面呢 不听的人呢 还在吃喝玩乐呢 所以记住了 天上地下都一样 靠菩萨讲不行 要靠自己的悟性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感恩师父 所以很多人走了之后 他的悟性还不开 你就是叫菩萨跟他讲了 他也不会开悟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还没走之前 就让他根基长存 好好地懂得佛法 他走了之后 你给他小房子一念 他自己一加持 菩萨在跟他一讲 好了 上去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